時間是10時35分,我們今天在記者會上,記者會是陶瑾恆主持的 其實對民主黨作最後一個賦予的賦予 當它是一個ultimatum,最後通貼,有些人說得那麼難聽 其實就是希望他審慎一些,再三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因為現在去到一個這樣的局面 高民黨加社民連五個已經可以總辭,已經夠數了 大家都有這個決心 在這種情況下,你作為民主派的龍頭,你不可以坐視不理 你不可以說你們兩個搞,一定拉我下水,我就要搞,我不搞不行 現在問題不是這裡,所謂形勢比人強 世傾則絕,利窮則殺 現在的客觀形勢就是這樣 當然,如果破局會出現很多變數 我們未必會預料到結果是怎樣 因為有很多不同的情況 究竟公民黨加社民連五個,再去補選有沒有辦法贏回五席呢 真是要打個問號 如果沒有民主黨的參與,五區的總辭再補選 其實它是有一個很大的危機 因為坊間或支持民主派的人,會有一個非常不清晰的看法 為什麼民主黨不參與呢? 你計算民主黨在去年,分區直選裡面 在法民主派的十九席裡面,它是拿到八席的 正下來的十一席就是公民黨四席,我們三席,另外就是其他民主派人士四席 分配就是這樣 所以它得到八議席,選票也接近三成 我們取得十個百分比,它是二十幾、三十個百分比 這個公民黨有十幾個百分比,總共加上五十幾個百分比 它是拿到最多選票的 所以五區總辭,如果五個選區,泛民這五個候選人可以贏到,就算是動員所有泛民力量,可能都是贏五個至十個百分點左右,可能是四十幾對五十幾,大約都是這樣的百分比。 如果支持民主黨的過去投票,有兩成幾至三成,如果兩成幾三成裡面有三分之一,不要說三分一,有四分一或者五分一左右,改變那個支持度,已經令到五區總辭裡面其中一些區,很大機會輸,甚至五區都輸了都未定。 所以民主黨的支持和參與,在五區總辭來說,那個勝負是很重要的。 當然,社民你不會因為民主黨不支持,我們就不做,是吧? 因為這個我們從此轉中說明,這個是一個抗爭性的行為,如果你民主派不支持這個,決定這個行動的, 如果你能夠提到更加好的行動,你否復,或者其他抗爭行動,是可以爭取到這個民主, 以及可以將這個政治技巧有機會扭曲,就是扭轉頭和改變的話,社民人會很願意參與和支持。 但如果沒有其他新的建議,繼續是政治三部曲的話,社民人會堅持五區總辭, 就算你民主黨不支持,我們有機會三個都輸了的話,我們真的不會後悔。 無怨無悔。所以我剛才說,我們社民年是總辭,我們才是總辭, 雞哥的鬍子最糟糕了我們,你明白嗎? 但也無所謂,我在這個補選上輸,in case 輸了, 2012年我們都一樣可以重返議會,當然這個對社民年來說,就是一個相當大的傷害。 這是一個衝擊,衝擊加下的制度,這個制度除了那次23條, 有五十萬人上街之後,迫使到老懵懂落台和自由黨轉態。 過去十幾二十年來,都沒有一個強而有力的政治和社會抗爭的行動, 是關於爭取民主和普選的。 還有,現在你看到建制派都蠢蠢欲動,當初有些人說, 如果你搞這個變相公投的建制派,可能不理你, 讓你自動當選搞不成,你都瘋了,有什麼可能呢? 喂,他可以找人來選,他為何不找人來選呢? 還有,他找那些第二梯隊打個知名度就好, 什麼張國軍那些隊出來選,本來沒有人認識他的, 然後變成有人認識他,因為你單對單, 然後傳媒的焦點,他哪有吃虧? 他找那些二、三次來跟你選,就算被你贏了, 他也沒有吃虧了,如果他選得更近, 哇,他真是厲害,大張旗鼓, 所以我批死他一定會選的, 一個不小心贏了,你明白嗎? 加上還有一些麻藍神,好像知梅宗之流, 口響響,廣島區他出來選, 多好看他出來選, 知梅宗最後一定會退選, 譬如田北俊現在都說出來選, 有可能不排除,他說到2012年年多大, 現在補選就想過了, 然後還有田北辰呢? 最後都是共產黨在背後統籌的選舉了, 即是現在的情況, 如果你沒有民主黨參與, 共產黨可能有些看法, 他就會覺得, 我就算讓你這五個人再選, 你也未必贏得回, 於是他現在應該要叫民主黨, 有辦法影響民主黨, 叫他們多少都不會參加五區總辭, 民主黨不參加的話, 你又不會破局,你成局了, 現在說明你公社兩黨要去, 那你公社兩黨加上五個人, 可能輸了兩件, 輸了三件, 他叫政改方案通過的機會又很高, 那民主黨還未公得無量? 他說, 不是喔, 我今天也有說這件事, 何將人說, 你自己明知輸, 你都要去, 他的邏輯又不同, 多謝他送我們一程, 沒有人叫你去, 沒有人叫你五區總辭, 你現在收回都可以, 你收回就沒事了, 蒲蹄本無樹明鏡, 亦非台本來無一物, 你何視野塵埃呢?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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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當年做什麼臨立會又不做呢? 當然搞什麼爭取普選呢? 繼續功能組別選舉多好啊? 繼續享受功能組別, 好像張文剛那些, 繼續享受功能組別選舉的成果多好啊? 那搞什麼呢? 不要搞抗爭啦! 那搞什麼遊行示威呢? 回家看球, 喝紅酒打麻雀好過啦! 我現在都很久沒看過球了, 除了立法會完之後, 我就裝了NOW, 就想取消他 下次民主黨遊行啊, 絕食跟他說, 你幹什麼絕食呢? 都爭取不了的啦! 絕食來幹什麼呢? 聽一下Louis的意見 好 郭文拜九, Angel台長你們好啊? 你好 想問一下, 民主黨不參加, 20年做過什麼爭取過民主? 如果真的不參加, 找個好的方法, 擊過區總持咯? 他真的說得對, 我們是連署8萬人簽名, 38萬人選人連署簽名, 不過不可能, 明明可以參加, 其實民主黨會不會參加? 會不會? 將來? 現在真的很難估, 老實說, 我今早在NOW, 有些民意調查, 48萬比42萬, 一成沒有意見, 現在贊成五區總持有48%, 根據NOW的做法, 另外大學做的差距就大了, 但我的看法很簡單, 當五區總持成事的時候, 或者進一步發展的時候, 民意的趨向又會有改變, 很怪的, 我自己, 今天, 因為報紙這幾天賣了我的名字, 說我會請辭, 我辦事處, 和我在街上碰到街坊, 和遇到屬朋友, 十個有九個叫我不要遲, 所以如果你說五區總持那個, 就問民調的人贊成, 遲不遲呢? 越是支持我們的人, 有些就越不想我們遲, 因為怕我們沒有了議席, 但當我和我們解釋抗爭行動, 反對我辭職那些, 差不多全部都會繼續幫我助選, 和會繼續投我們票的, head over,